教練在岸邊大聲吶喊 大太陽下教著學生們怎麼練帆 只見學生們努力控制 隨時掌控風的方向 還得上課認識帆船 看似容易的風帆客 其實從動手準備洋帆 前置作業到操縱帆船 都得自己來 從大班的時候就開始玩船 就是第一次下水之後 然後掉下水 可是覺得水很好玩 對 很好玩 就是一種很 很好的經驗 因為一般人也不會接觸到這個活動 風帆客一堂客基本最低 一千八百元到兩千元 一個禮拜一堂 尤其暑假高雄水域開放 更吸引民眾來賞客 很多爸爸媽媽 就會帶小朋友來問這樣子 應該至少多了三四成有 來到愛河要玩水的 同樣是要掃QR Code 而且在周邊的四十米間隔處 都會放置救生圈 旁邊還會有救生艇 定期還會有救生人員 在岸邊來巡邏 學校活動來說 去年開始愛河和蓮池潭開放水域 只要掃QR Code官網登記就可以 而一直可以玩水的新打港 還是得透過學校或團體報名 一對一上課得申請 而玩水的種類包含 SUP 獨木舟帆船等等都可以 朋友有興趣 對 愛跟著同學一起學 我們碼頭旁邊一定要穿上救生衣 一開始出學就一定要做到的事情 另一邊同樣開放蓮池潭 仔細看總共三處碼頭 可以讓民眾下水 但除了水域運動中心自備救生員 其餘兩處都沒人 也沒有救護設備 掃QR Code玩水方便 但得穿戴安全防護用具 開心玩水安全回家 3C新聞推用全理相依高雄採訪報導